大家好 我是盈盈 今天是三八女神节 先祝所有的女士们 女生们节日快乐 咱们粉丝比例是92%是男性 8%是女性 我要祝8%的女性节日快乐 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 最近这段时间 一个话题就吵得比较热 就是台湾的凤梨 咱别管说什么进口不进口了 怎么样的 我今天就想去看看市面上 有没有凤梨在卖 超市上有没有 还有水果店有没有凤梨在卖 我也想一探究竟 一会我就溜溜哒哒 当锻炼身体了 去那种水果店看看 再去超市看看 加勒福咱不去 因为加勒福那个地方是不允许拍摄的 反正是差不多 多看看看有没有凤梨在卖 看卖多少钱一斤 如果有的话 朋友们我身后就是复兴中路 就是刚刚我们看了大城面馆的地方 我为什么喜欢逛那种地方 因为它属于老城区 老城区仅有这么一块 就黄浦区仅有这么一小块 能看到老上海的这种味道 你像周围这四周 都是新开发的 全都是商务楼高楼大厦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城市 你只要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都看不出它原本城市 都看不出城市它原本的那种味道 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所以每次我都会到老城区去 虽然只有巴掌大那么一小块地方 但是我还是反复的去走 反复去逛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最有味道的 我笑什么 周围来来去去的人也多 我在这自言自语 真得脸皮厚点 内心强大一点 行了 咱们还往那个地方走 老城区 你怎么逛 他说逛不够 你能看着老上海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你等到复兴中路这一块全都拆了之后 你看现在这块就已经拆了 这个现在是围墙了 以后这边也是建的商务楼 你看对面也是这都是建的围墙了 就以前这一块全都是老城区 现在房子都是有历史的了 就像你们说的 有点那种石库门的感觉 老城区房子里面都不大 包括以前都没有马桶的 那才能看到上海以前的那种味道 现在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看不到了 没有意思的 其实你让我看这种高楼大厦 包括你们也一样 我们在每个城市都能看得到 那就看不出城市和城市的区别了 就是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区别了 没有意思 所以我还是喜欢去那种很少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地方才能 你这太多了 你赔我这时候 练皮包 现在还没练出来 这个是我卖了 4块8 多少 4块8毛 还是4块8 4块8毛 4块8毛 这是菠萝 对 菠萝 嗯 这个老城区的人 平时不忙的时候 在外面晒着太阳 坐着聊聊天什么的 比较纯朴 4块8毛 哈哈哈 哎呦 4块8毛 一般挑的挑这种金黄的 看看啊 挑一个 要菠萝吗 嗯 挑一个 哎我就搞不懂 凤梨和菠萝有什么区别 菠萝是没有那个刺的 没有刺的 现在没有凤梨吗 没有 谁卖凤梨啊 菠萝这么多谁卖凤梨 哪个甜一点呢 这个很大的哦 这个这面蛮好 这个得有4斤3斤多 对吧 差不多 嗯 那就吃了它吧 14块8好的 秀 哎 送你钱 我估计14块8公里 就这样还是要香 帮我削成一条一条的吃掉 好香啊 很远的 你顺这个不顺顺这个 这个都顺着 对 切成章树条 别在这边 我这第一个我就拿着来 你不说 那我就不能拿 我一天 这你啊 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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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這隻貓好可愛 你看這是個母貓 菠蘿蜜還有 好謝謝 錢付好了 我是菠蘿蜂蜜 啥啥分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市場上啥也不缺貨 就是你想吃啥都有 什麼都有賣的 怎麼的酸到了 水問題有點酸 我在吃菠蘿 親愛的們 不行太酸了 別管是超市還是水果店 什麼什麼都有 而且還是以前那個價格 我自己倒是喜歡吃菠蘿 怎麼說呢 這個價格也便宜一點 應該是 出去拍個啥 針對臉皮 上海不像其他地方 人口密集 我在這自言自語 拿東西說話 相當於在這一個小演講 還沒人周圍路過都在這看一眼 習慣就好 鬼靈 老城區這一塊賣什麼都便宜 拍視頻 拍視頻 我用心嗎 那位哥哥把車停在這了 問我一下 直播啊 我說拍視頻 就是這樣的 所以在外面得點名厚 人口密集 而且還水澤 說話打招呼 家常便飯 你在這說話 你信不信 一會兒所有的店老板都能出來 不跟他們聊 咱得留著 真水亮 第一口吃的地方酸 挺帶甜的 我剛剛走了幾家水果店 也看到超市 都有賣菠蘿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 一直對菠蘿和鳳梨 沒有那種概念說 他們倆有什麼區別 我覺得他們倆長得蠻像的 所以我看菠蘿到處都有賣 所以網上說什麼 台灣鳳梨進不進口的事 對我們沒啥影響 因為可能是產鳳梨產菠蘿的地方 它不是一個地方 不只是台灣產 其他地方還在產 而且價格也就是市場價 平時去年賣什麼價 今年賣價格也都差不多 沒有說什麼漲價了 去貨了沒有 哪都有賣的 我不知道鳳梨是啥 反正我就是菠蘿和鳳梨 我就是都那麼近 菠蘿不缺 行了 幫你們看看行情 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我的任務就完成了